随着我们日常使用软件不断的更新 那么现在对手机的容量要求越来越高 可能我们曾经一个16G的手机 一个32G的手机就够我们用了 但是发现现在的内存不够用了 那么就像这台7P 32G现在要扩容128G 当我们手机还非常好用 但是就是内存不够了 那么这个时候解决之道 就是更换内存 将原来小的内存换一个大容量的内存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手机又可以继续使用 不需要去更换新的手机 OK那么废话不多说 那么咱们准备拆开手机 然后给这个手机做一个内存升级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